世卫索要中方更可靠数据 白宫回应北京威胁 欧盟不满爆发 压倒性赞同 对中国入境检测 欧洲投资判不回 中共被脱钩已成定局 中国恐慌性抢购又来一波 这回是纸尿库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月4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国际社会目前普遍担忧 中国大陆的疫情蔓延 会由此产生变异病株 和在世界范围之内 引发新一波的疫情 1月3号 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方专家 参加闭门会议 再次想中方索要有关疫情的可靠数据 包括病毒基因测序等详细的数据 世界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还要求中方 分享有关中国的住院病亡和疫苗接种的信息 世卫的荷兰病毒专家库普曼斯教授 在会议上告诉路透社 他们希望对于中国疫情的实际情况 有一个更真实的了解 并且表示来自中国的一些数据 例如住院人数不是很可信 南非科学家德奥利维拉教授强调 从中国获得更多信息 当然是一件好事 也适用于全球疫情的研究 对此 按照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 米丰当天的说法 中方已经两度和世卫召开过交流会议 也分享了近期感染的病毒基因数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是声称 中共主管的部门 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地发布了相关信息 并且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 分享了其近期的病毒基因数据 但是库普曼斯教授表示 到目前为止 世界卫生组织只看到了 中国病毒测序的一小部分 大约是700多例 他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的监测网 来跟踪新冠病毒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 也向自由亚洲透露 有关新型病毒株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中方提供给在线的GIS-Side中心的 病毒测试数据极其有限 与其感染人数相比 严重的偏低 与欧美分享的数据相比 更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有报道认为 中共的官方公布的染疫数据 和公共认知之间的差距 可谓是天壤之别 外界要了解中国实际的 疫情感染规模和严重程度 就成了一场猜谜游戏 路透社日前也指出 就在世界卫生专家和中方 举行会议之前 中国官方还在极力的淡化 疫情蔓延的情况 人民日报引述首都伊克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佟朝辉的话说 北京定点医院目前收治的感染患者中 大部分都是普通型 重症和微重症占比仅为3%到4%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康延称 近三周以来 天府医院ICU累计收治了46名重症患者 占有症状感染者的1%左右 最近发热闷诊 每天有450名患者就医 需要入院治疗的 大概占有症状感染者的10% 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 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认为 与世界卫生组织举办这种技术性的会议 对中共当局来说 没有任何的实际压力 只是会给中共提供一个 在国际上作秀的机会 这时候开会 技术人员出来对谈的时候 中共完全可以提出一整套的 表面上对中共非常有利的数据 中共在国内疫情爆发之后 隐瞒染疫和病亡的数据 拒绝外援 还大开国门 这种种的做法已经激起了西方 尤其是欧盟国家越来越深的不满 在意大利 法国和西班牙等国 单门独户的对中国疫情扩散 进行防堵之后 欧盟似乎决议要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了 以确保来自中国的任何潜在新变中 不会传播到欧洲大陆 美国之音形容欧盟与中共 因中国的新冠危机而发生冲突 1月3日 一个特别的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 与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可以实施的措施 欧盟方面表示 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 在中国进行登机之前检测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 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来自中国的旅行者需要为在短期内 将做出的决定做好准备 由于担心会向2020年初 全球大流行开始时那样措手不及 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委员会4日决定 是否在欧盟范围内实施对中国的入境要求 为帮助中国尽快遏止疫情 1月3日 欧盟卫生专员 还向中共提出了愿意提供免费疫苗 欧盟发言人麦克菲透露 他们的卫生专员已经和中国同行取得了联系 表示欧盟愿意提供支持 包括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和针对新变种的疫苗 但是中共却没有领情 当天就拒绝了欧盟的提议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记者会上 大谈中国疫苗产量如何充足 但却避谈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有效率的质疑 然而 由于欧盟27个国家越来越接近于对中国出境实施限制 北京方面反应却越来越紧张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威胁说要采取反制措施 对此 美国白宫坦率地指出 北京没有理由对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进行报复 因为随着中国病例的激增 这些基于公共卫生因素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 都是基于公共卫生与科学 来自专家意见 中国没有理由因为各国的谨慎的公共卫生而报复 目前外界都在关注中共方面如何对此进一步的作出反应 不仅是在防堵疫情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脱钩也是越来越明显 中共三年的防疫政策加速了外资转移到其他国家 尽管目前终于是停止了清零 但是欧洲企业在2023年的投资标的 不会从东协转回中国 欧盟东协商会执行董事韩福瑞向德国之声表示 中国放弃清零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是欧洲商人与中国脱欧和供应链多元化 却已经成为定局 不会因为中共的政策而改变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 东南亚国家已经尝到了甜头 韩福瑞认为中共最近的举措不会改变这一趋势 对于许多企业而言 中国现在被视为一个必须谨慎以对的市场 而东南亚则被视为他们在更大的全球或亚洲布局之一环 据报道 欧盟成员国2021年在东协10个国家的投资 约为265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和2020年投资的185亿美元 以及在2019年投资的61亿美元对比之下 有明显的增长 上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欧盟和东协领袖首届全面峰会上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 将对东南亚地区投资100亿欧元 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 新加坡拉罗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克里姆指出 美国可能会对中共实施进一步的制裁 范围可能很广 欧洲人可能必须遵守这些制裁 在欧洲投资者疏远中国之际 东南亚国家成功地吸引了他们的眼光 欧盟事务评论专家伊斯拉姆指出 尽管要解除长期的商业关系做起来并非容易 但是欧盟现在最新的口号是 减少依赖任何单一国家制造关键产品 中共当局的零准备就解封 导致了民众系列的抢购潮 如今买药难还没有结束 又因为网传染疫将造成腹泻 纸尿裤又成了中国民众囤积的新目标 导致一片难求 甚至因为买不到血氧仪而开始抢购智慧型手表 网上传出上海3号已经出现了 亚变异株XBB1.5病例 并说感染之后会无意识的腹泻 呼吁大家囤积止尿库 上海医药大学极微重症研究所所长 方邦江教授急忙辟谣说 临床上的一般病毒性感冒 也会导致恶心 呕吐腹泻等胃肠型感冒症状 所以染疫之后腹泻是正常的病例反应 不要惊慌 更不要杞人忧天 在此之前 同样也是社群媒体流传的一张截图 当中指称因Omicron变异病株导致腹泻 民众抢完退烧药之后 改抢止蟹药 蒙脱死散 若干贩售成药的电商平台已经显示没有货了 不只是买药难 各级医院库存的血液告庆 闹起了血荒 多地血液库存告急 大城市尤为严重 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公布的数据 通州区去年12月15日到12月22日 一周的采血人数将前一年同期下降约三分之二 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书血科工作人员说 去年12月以来 血站向各医院下发献血通知 只供应急诊抢救用血 门诊病人用血需要动员家属捐血 另外 根据陆媒的报道 因为吸氧时血氧饱和度低于93% 是判断染疫重症的指标之一 不少电商平台贩售的血氧仪陷入了缺货的状态 原本人民币几十元的血氧仪飙涨到了上千元 于是 具备血氧监测功能的智慧型手表 手环等产品 备受关注而销量骤增 尽管几乎是所有的厂商都有声明 上述监测功能只是用于运动和日常的基础健康监测 达不到医学的标准 但还是遭到了抢购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 说是中国的游客到达韩国之后被检测出确诊了 不愿意被隔离 半路跑掉了 这位发消息的推特网友就预测 封国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不过这次是外国封锁中共国 那静怡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 也算是安慰了 因为如果面对中共国 各个国家还是为了赚钱不要命 既吃不既打 那要是被中共再一次给传染了 那也是你情我愿的事了 所以说 你今天的生活就是昨天的选择 那也能从你今天的选择当中 预见到你明天的生活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